杭州富阳有个绿城江畔锦园小区 几个月前交付 目前入住率不高 业主李先生说 小区外面有条800多米的规划道路 一直没有建成 他很担心之后的通行 实际上我们规划当中呢 这条路通呢 这里通呢 我们是很方便的 对于我们业主生活很方便的 现在呢 他假如这条路做单独路呢 我们全部要从安波大道那 这个生活是很不方便的 而且我们两边住户呢 有200区住户呢 有1000列户 到时候呢 安波大道这条路呢 就是会造成溶堵塞 李先生所说的规划道路 在小区地下车窟的入口前 目前这段路的中间部分 已经施工完成 两侧大概200米的路段 还没有施工 为了便于大家理解 我们画了行车路线图 以供参考 车从公望街进入后 由于围墙的阻拦 到不了地下车窟入口 目前 业主们只能从安波大道掉头 再从明康街进入车库 明康街的两侧 是小区南北两区的大门 道路比较狭窄 导航显示 这种通行方案的距离 有1.6公里 比原先规划的方案 多了大概一公里 负责这条道路施工的 是富阳城建集团 采访时是周末 没有找到相关负责人 李先生所说的政策处理 具体是什么 街道方面做出了答复 一个呢 这个路段上有一间小平房呢 要价呢 现在比较高 我们暂时还没有达成补偿安赤的协议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 湖山股份 他们下面上次拆迁有一个 安赤项目 湖山雅院 当时 城头跟城头协商呢 答应是 5加5的支付物业费的 前5年是物业费是全部有城头 支付 后5年是每一年递减10% 然后到10年结束之后 有老百姓自行承担物业费 然后后5年呢 现在呢 因为城头认为 这个后5年的政策不符 现在相关的 区理相关政策 所以后5年的费用 一直没有不复 城头呢 意思就是说 因为涉及到 跟区政府的有些政策 物业费的管理的一些政策 可能有一点出路 他们想请示一下区里面 我们尽量在 这一周或者什么呢 把这个问题尽量协调吧 富阳成建集团也表示 等这两个问题解决好之后 会马上进行施工 1818黄金眼记得报道 是有关心的 对这个问题尽量协调 想法